音樂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是桃園Infinity圓融汽車的一個展示中心 那我身旁的這部車呢 就是Infinity目前最新世代的Q550 300GT 300GT顧名思義就是它在動力性能上面 是有非常非常多值得大家關注的地方 那當然喜歡Infinity的車主也非常多 因為他們在據我所知啊 就是在上市之後呢 其實接單的狀況其實非常的踴躍 所以也證明了Infinity的Q550的車系 一直以來都算是品牌裡面非常主力的一個 中型豪華房車的車款 那它在動力升級之後呢 沒想到又更加的讓很多的車主們 對人家投影那種關注的眼光 那今天呢我們直播廠車 我一樣邀請到非常帥氣又專業的銷售顧問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這部Q550 300GT喔 我們歡迎文龍哥 你好 各位過渡區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Infinity汽車桃園營業所 銷售經理劉文龍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介紹Q50 300GT這台車 如果有關注我們Infinity車系的直播 一定對文龍哥不陌生 因為我們光是跟文龍哥合作的直播廠車 最少有三支了 對 差不多 有三支了 有三支了對不對 所以大家應該對在桃園地區 應該對文龍哥非常的熟悉了 好 那一樣文龍哥在去 我認識文龍哥很多年了啦 他在去年其實也有非常好的這個銷售的成績 先稍微等我一下 這個就是文龍哥拿到的去年的 對 去年年度 應該說去年的年度 然後今年才頒獎的 對對對 這個獎項是什麼 跟我們講一下 他就是整個年度全城做排名 那文龍很榮幸就是今年 大概去年度有得到台灣的第二名 全台灣的第二名耶 對對對 喔 第二名耶 非常厲害 謝謝先生 在台灣有多少個 Infinity的 這麼厲害的銷售顧問 大概 其實每個都是精英啦 每個都是精英啦 你謙虛了 我個人覺得你謙虛了 比較幸運啦 對對對 我個人覺得你謙虛了 當然是一直以來就是 包含一些客戶的服務滿意度等等 然後當然自己 文龍哥自己在 在網路上的經營 對 非常非常的活躍 大家其實可以搜尋 Infinity的文龍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對 相關的 因為文龍哥我記得他有本事團對不對 對 你可以稍微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我自己在FB有一個 文龍汽車生活網 文龍汽車生活網 對對對 啊如果說 可以在FB去搜尋到我這個 社群的部分 那一些汽車相關啊 或是我自己客人的生活相關我都會 都放在上面 對對對 都放在上面 有時候就是這樣 其實買賣車 汽車銷售不只有 買賣這件事情這麼簡單而已 有時候像 文龍哥他反而 跟每一位車主 都成為了好朋友 就是 私底下 平時的時候 休假的時候 他們都會互相交流 甚至互相相約 然後出去玩之類的 對 我覺得這樣子的互動呢 我覺得才是一個 正向的一個銷售循環 好一樣 文龍哥我們今天要介紹 Q50 300 GT 對 那大家對於這台車是不是 關注度非常高 對 以上市到現在 從預購到現在 差不多也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其實現在反應都還不錯 喔 反應都還不錯 對對對 現在整個接單量來講 從預購的接單 然後現在正式上市 其實接單量 目前可能 以新發生的訂單 可能交車 可能要到六月到七月份 六月到七月 對對對 但是六到七月 那可能也好好等個三個月 三四個月喔 對 目前差不多 講說我現在訂車的話 現在訂車的話 對 所以真的喜歡Q50這部車的話呢 尤其是300 GT的車型 它目前有三個等級嗎 對 我們還是先請文龍哥跟我們講 哪三個等級 它三個等級分別是 所謂的豪華版 那它售價是159萬 然後第二個等級的話 是旗艦版 它售價是189萬 再上去它有一個 Servor Sport 運動版的部分 它是定價197萬 對 好 當然聽說最 接單最踴躍的是哪個版本 其實踴躍的話 還是普遍在於 所謂旗艦甚至到運動版的部分 運動版 對 大家都是對 因為運動版跟旗艦還是有一些 外觀上面的落差 對 外觀上面的落差 沒錯 沒關係我們今天介紹的是旗艦版 對 今天我們介紹的是所謂旗艦版的部分 其實旗艦版其實 其實從車頭看起來就是我們 所謂的雙公性的水箱護照 就是延期到我們Infinity logo的傳統 沒錯 大進行器的部分 讓它刪得更好 是 那延伸到我們旁邊 你現在看到還是這個 所謂的狩獵式的一個頭燈 那狩獵式的頭燈 其實它就是 在白天 就是很炯炯有神的一個 日行燈的一個效果 相對它要搭配到所謂的轉向頭燈 它有主動轉向頭燈 主動轉向頭燈 然後還有自動起避的功能 自動起避 對對對 然後相對於今天你前方 在夜間行駛的時候 遠光燈 前方如果一片黑暗的時候 它會幫你切到遠光燈 喔 就自動遠光燈切換 對 遠光燈切換的部分 相對的 那所謂的方向燈 霧燈 我們前車外觀的燈系 都是LED的 喔都是LED的 對對對 然後再看到車側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 這邊 這台旗艦版的部分 它的輪胎是搭配到 18吋的旅圈 喔旗艦版是18吋 對 那運動版的話 是搭配到19吋的 是 其實這個輪胎 我知道這個輪胎 其實也不太一樣 對 跟各位介紹 這台Q50的話 我們前車技會搭配 所謂的濕壓續跑胎 濕壓續跑胎 所以你可以看到濕壓續跑胎 其實跟一般輪胎 在外觀上面 對 有一個差異性 它的好處其實就是 今天萬一你的輪胎 重丁了 隔天早上看到你的輪胎沒氣了 它都可以用80公里的速度 開到150公里遠 開到150公里遠 對 150公里的距離 相對來講 80公里的時速開150公里遠 讓你可以去更換輪胎 對 就近做補胎的動作 對 相對來講對你安全 因為現在來講其實 換輩胎其實 已經 慢慢的減少了 對 其實也是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動作 也對 也對 因為有時候在路邊 有時候在快速道路 那其實是很危險的 對 很危險的部分 那其實車身部分看來 它就是一個所謂的 流體力學的一個車身線條 沒錯 就好比是 有上過健身房的一個 車身造型 嗯 非常的有 肌肉造型 它就是一個 一個有沒有 穿著西裝 可是身材又非常好的一個 聲勢 對 沒錯 然後到後面來講 其實這個車身來講 我們是屬於中型的一個房車 對 那等會兒我們去到車內空間 可以了解它的空間到底是怎麼樣變化 是是是 剛剛我們講到輪胎的部分 其實你說Infinity全車系 基本上都是施壓續跑胎嗎 Q50這個車型 Q50這個車型 都是標配施壓續跑胎 標配施壓續跑胎 對對對 在安全性你會大大的加分 我相信這個也是車主在 上車的時候他們也想要知道的 沒錯 對 那後面的部分 我們延伸到車尾部分 就是所謂的異光式的一個尾燈 其實Rick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們剛才在車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看到車尾燈的失調了 對 相對你今天在車側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我們一個目標 我們的車位置的一個位置 而且它就是把這個尾燈 延伸到這個後葉子本來 就是讓後方可以更容易去看到這個光線 燈組的一個造型 對 它顧名思義叫異光式尾燈 就是變成說 今天車子開過去的時候 它還會有光線的殘留 殘影的感覺 沒錯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 300GT的部分 它的排氣管的造型 也跟以往的造型做不一樣了 對 對 它是跟Q60的尾管 對 雙邊單出 對 不過呢 我們大家有沒有看到 下面有這個所謂的後下擾流 Defenser有沒有 對一個分流器 對 相對你今天在動態在開 高速行駛的時候 它是做一個擾流分流的一個動作 綠可你有沒有看到 我剛才開到紅火的時候 我的椅子已經自動歸位了 這個就是迎賓模式 對 迎賓模式 它同時在椅子會做歸位 方向盤也去做歸位 對對 那 對 一些駕駛進出是很棒的 對 那儀錶板的話 中間其實它就是一個所謂的行車資訊 中間儀錶板就是 Defenser有沒有印象 就是我們都是很特別的兩個螢幕 對 那兩個螢幕它的好處就 以往 我們當一個螢幕的時候 你今天也許在導航 我今天要控制音響介面 或者是空調介面的時候 在觸碰螢幕 你是不是要切換到主畫面 對 那現在我們有這雙螢幕的話 上面是 等於說是分工的一個設定 我上面可以顯示導航 下面我可以同時 控制所謂的音響 控制所謂的導航引導 再是所謂的空調設定 空調設定 是用觸控的 對 上下螢幕都是做觸碰的 上面這邊也可以觸控 對 上面也可以觸控 對 去做搭配 那同時駕駛來講 可能開車的安全考量 我們就在方向盤上面去做設定 哦這邊 對 對 甚至到排長座後面的飛桌鍵 也可以去做控制 都可以控制就對了 哦 了解 那本身搭載的話 旗艦版以上 我們還有一個是所謂的 AVM動態環景的一個 攝影鏡頭 哦 了解 也可以直接按出來 對不對 對對對 我現在去把它做開啟的動作 哦有有有有看到了 那我現在把門帶上齁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我們 車子的前後左右 對 這個狀態 然後幫上綠色就是我們轉向的軌跡線 沒錯 那很多消費者會說 你這個畫面好像只有前面跟環景 對 其實並沒有 我們還有搭配所謂的 右前方的一個輔助切換 哦對 這個就是右前輪嗎 對 右前輪的部分 有看到輪胎的位置 對對對 這個功能就是有時候在小巷是會車 對 或者路邊停車 對 往往在右前方是駕駛唯一掌握不到的一個 嗯 因為算是有點視覺的 對 對 而且你看有些巷子裡面 除了會有一些摩托車 就是比較低的摩托車 對 甚至有些是放腳踏車的 對 有些人又會喜歡在家門口擺很多盆栽的 對盆栽啦 或一些路障 對看不到 這個畫面就可以參考 這個就可以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Rug你有沒有小巷子出入口 大入口的經驗 有 或是出車道 有 那接下來這個畫面的話 它切換到就是所謂的180度光 所以左右來車我可以從這邊看 對 等於說我的車頭出去一點點 我就可以看到左右來車 對 並不像是我們都會去 車頭去 重心往前去探頭去看 對 左邊或右邊 對 這個動作我們就省下來了 相對的安全性也增加很多 哦 了解了解 對對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些小細節的幫助 這真的是這個環境的好處之一 對對對 就是幫助我們行車的一個小幫手 對對對 因為像有時候要出停車場的路都是比較小的 對 沒錯 然後要匯到大馬路上 對對對 那當然這次300GD的部分 它所謂的CarPlay NGA Auto 這些都是標準配備的 標準配備 那音響搭配的話 幾點版以上又搭配到16支BOSS的揚聲器 哦16支BOSS喔 對對對 BOSS的揚聲器 當然你有些在於音響比較要求的一些消費者的話 你在車上在行進行駛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很高的一個試聽享受 是是是 那就算在整個你想要比較喜歡 因為畢竟Q50還是比較偏向運動的一個跑旁車 對 所以呢它還有這個駕駛的模式可以使用 對 它這個所謂的DRIVE Mode的部分 對 我們可以去切換到所謂的基本的標準 它有好幾個 它只有五個 對 然後節能 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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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以去做切換 在你行進天的時候 遇到你的個人需求 去切換到你要的一個行車模式 哦 對 也對 這些基本上我們在台灣都還用得到 而且雪地其實也用得到 對 現在如果去記憶在前一陣子上學 大家去追學的時候其實你 就用雪地模式 雪地模式再搭配雪鏈 你開起來的話會更安全 好 剛剛這個已經是文龍哥的坐姿了嗎 對 現在這個是我的坐姿 這是你的坐姿 對 好 我發現我一坐進來 第一個這個座椅的透氣體格 感覺是非常棒 對 它本身是搭配無重力的一個抒壓座椅 相對的 你看它的透氣孔很多 它的扇的效果就是非常棒 對 透氣的效果很好 然後再來是它的椅背的部分 其實你坐起來感覺就是斜大概 我應該就是它是比較斜啦 所以你就是覺得坐起來就會蠻舒服 蠻舒服的 而且腰部是不是空空的 對 然後它的背部這邊的泡棉呢 大家可以看到像這邊的泡棉 其實它是微凸的 等於說腰部這邊它會幫你做一個支撐 然後它其實有一點像是 淚跑車座員那一種包覆性的這個感覺 你看旁邊這邊也是有軟質皮革的包覆 所以你不會覺得 不容易覺得是坐在後面晃來晃去 對 不會晃來晃去 比較服貼 比較符合人體工學的設定 然後這邊也有這個 中央扶手跟自備架 都可以使用 如果後面只是坐兩個人的話 那因為呢 當然後座出風口這個也是一定要有 對 它就是大載後出風口 然後因為呢 畢竟Q50它算是後輪驅動的車款 所以它必須中央這邊 它必須有一個傳動軸 所以它吸收一些腳放的一個空間 對 這個中央安部後座的這個 我們在講國嶺這個地方呢 是會稍微隆起 這是沒有辦法的 因為後輪驅動跟四輪驅動 就需要一個傳動軸 它還有一個空間可以放 它的一個傳動軸還有排氣管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整個西部空間 其實非常充裕 沒錯 以中型房車來講 中型房車來講 相對來講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坐墊 跟一般的坐墊不一樣 它比較深 對對對 比較長 比較長 所以它可以 今天我家是這樣的話 它其實可以包覆到我大腿 對 你的膝蓋後面的空間幾乎都是做到滿的 就是它一把你撐起來 大腿在那邊撐起來 然後不會讓你覺得太累 有時候我們做後面的人 想要舒服一點 第一個我背部比較躺 的話呢 然後大腿也可以有支撐 那長途行駛的話呢 就會比較舒服 對 不會要雙背痛 好 那頭部空間也是 都有一個圈頭 對 它原本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非常 中規中矩的一個空間的表現 但是它在細部的質感 包含座椅 透氣皮革 還有椅背的角度等等 其實它有經過設計的 嗯 對 好 這個感受就是 以一般小家庭來講 乘坐四個人是絕對非常棒 沒錯 非常OK的 或坐兩位成人 是絕對沒問題的 對 小心頭 好 那再來呢 我們還要來看 這次Q50 300GD的重點 就是動力的部分 對 動力的部分 對 好 這個動力真的就是非常厲害 我們要好好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對 那以 顧名思義它為什麼叫Q50 300GT 那300GT來講其實 沿襲到我們 Nissan的一個 很典型的一個跑車就是GTR 非常經典的跑車GTR 對 經典跑車GTR 那GTR來講的話 其實它搭載的就是所謂的3.8 雙渦輪V6的引擎 對 那這一顆 現在Q50 300GT的話 它是沿襲這個血統 沿襲 對 沿襲GR的血統 然後它搭載的是3.0DDTT的一個V6雙渦輪的引擎 V6 Twin Turbo 對 雙渦輪引擎來講 其實渦輪引擎一般都是所謂的 空氣散熱的系統 對 那它跟GTR是一樣的 它是搭載是所謂的 高效能的水冷散熱系統 水冷散熱 對 對 在這個地方 對 高效能的水冷散熱 它的好處是什麼 你渦輪在動作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Lag的部分 對 那你有散熱系統來講的話 其實它會減少所謂的 握著黏齒的一個效果 嗯嗯嗯 對對對 我水底的那個出力會更順暢 對 出力會更順暢 那你開起來 雙渦輪跟單渦輪的好處就是 我今天雙渦輪開起來的話 會更鮮性 嗯 渦輪黏齒幾乎是沒有 對對 如果有興趣的車主朋友 我們可以來展間到全程各地展間 你一定要來開開看 現在基本上四人車都有嗎 對 現在四人車都有 所以一定要來開開看 那本身它的出力來講的話 它有到300匹的馬力 嗯 牛力的話有到 400Nm的一個扭力 400Nm的一個扭力 對 超過40公斤米 對 40公斤米的一個扭力 所以今天 而且搭載它是所謂的 前雙A倍 鋁合金後多連桿的一個懸吊系統 非常 非常棒的一個底盤的設定 對對對 那相對它這引擎的配置來講 它是所謂的前中置的引擎 嗯 那當然它不像跑車做到中置引擎 當然 所以我們盡量把它往後延伸 在避震器的中後半端 對所以它可以營造一個車身更好的一個重心的表現 對 那整個行進天來講的話 它前後已經搭配的配重比 一定到50-50的一個配重 哦已經是50-50的配重 對對對 行進天的時候50-50 相對於你今天在高速是過彎變換車道 嗯 它的動態都會讓你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操駕 哦 也對 所以其實Q50原本 就是在強調那種運動風格之外呢 它原本就是一個非常均衡的 跑房車 豪華跑房車 對 所以加上這個新世代 它又給了這麼棒的一個動力系統 對 所以很多車主都趨勢若鶴 對不對 因為很多我們之前2.0的車主 已經都已經換購到3.0的車 哦 原本是Q50 2.0的 直接再升級3.0 3.0的 對對對 因為本身它的底盤結構來講的話 都是做好的東西我們都延續下來 這次動力又提升了 對 對我們原車主 或者是 對我們現在這顆引擎的車主 有興趣的 接受度都非常高 非常高 對對對 當然新世代這個動力 確實 會讓很多人都 很驚豔 因為300匹的動力 剛剛我們文龍哥已經講過 說三個等級 對 然後最高是197 對197 運動版197 可是你擁有300匹動力 你只要花197萬 對 這個CP值在同級裡面 目前應該是非常少見 對 那相對來講 你說同級車要到300匹的市售車來講的話 其實購入成本都相對的高很 對 購入成本是相對高蠻多的 如果你要比雙B的車型 要買拼馬力的話呢 那那個成本 就絕對不是200萬以內可以解決 沒錯 購入成本 好 非常謝謝文龍哥 那我們 再來看一下大家 沒有什麼的問題 其實大家如果在這個 留言底下呢 看到這個影片 其實在這個影片下面可以留言 假設你現在沒有看得到 你之後看到的話 其實可以留言 那我跟文龍哥看到呢 都會即時的 我盡快的回覆給大家 那還是一樣 是 大家如果對Q50的車系 Q50的300GT有興趣 現在可以到全程的各產間 都可以有賞車了 也可以試駕了 那桃園地區的朋友就不要忘記 來我們的 Infinity 桃園圓龍汽車 找文龍哥 那文龍哥就會 像今天一樣 這麼專業的 來幫各位 各位服務介紹 對對對 那文龍哥還是這樣 最後還請你跟 文龍朋友再自我介紹一次 各位 購特區的朋友你好 我是Infinity汽車桃園營業所 銷售經理劉文龍 今天也很高興跟大家分享 那希望大家對這台車 或是Infinity的各車系 有興趣的朋友們 都可以來我們營業所 來做賞車試駕的部分 那今天很謝謝大家來看 我們這個車輛的一個 介紹直播 OKOKOK 好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我們今天直播賞車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也歡迎大家 持續鎖定我們購車去的頻道 那YouTube記得幫我們 按讚訂閱還有分享一下喔 OK那我們購車去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